食極不飽 食完之後又再有飢餓感 甚至難以控制自己的食慾 這個症狀類似於現代醫學所說的暴食症 據現代醫學的理解 暴食症主要是一種心因性的疾病 亦是跟自己的精神和壓力有關 如果患者長時間不去理他 除了會影響自己的體重 造成癡肥、消化不良、三膏等問題 還會對自己的身心造成極大影響 在中醫學來說 其實飲食倍於正常 還經常出現肌餓感的情況 我們稱為燒菊善肌 燒菊顧名思義就是解消化穀物 消化食物的過程 而善肌就是解容易肚餓 所以燒菊善肌這個詞語合在一起 就是理解為消化能力過於旺盛 還經常出現肚餓的情況 燒菊善肌這個症狀 其實是我們胃部功能抗盡的表現 也就是中醫學所說的胃火抗盛症 臨床上如果只出現食肌不飽 不斷地吃東西的 而體重也隨之上升的情況 我們中醫會單純變為胃火抗盛的情況 用清胃火的方法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如果病人出現食肌不飽 不斷地吃東西 但依然是體重沒什麼上升 瘦猛猛不長肉 那麼清胃火的方法就未必能夠奏效了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除了清胃火 還要滋陰 因為不斷吃東西 反而不生肉的情況 其實是胃陰虛的表現 也就是我們俗語所說的胃裡面有虛火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都市人常見的 就是食育過往 再加上工作壓力大 心煩氣燥而又休息不足 這樣的情況下除了清胃火之外 我們還要著加清肝火的藥物 去加強療效 如果我們平時要控制食育 和改善胃火過剩的問題 大家可以由平時的飲食習慣著手 胃火過剩的人 需要避免煙酒 辣食和熱氣食 平時還可以多選擇蒸、燒、煮的烹調方式 而食物方面可以多吃清涼的蔬果 例如苦瓜、白蘿蔔、白菜、馬蹄、雪梨和西瓜等等 我們又可以喝蔬汁、綠豆沙、金文花露等等的清涼飲料 因為清涼的蔬果除了可以清胃火之外 還可以增加我們膳食纖維的攝入 令身體更容易產生飽足感 從而減少我們的食慾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